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3WFM 我是主持人永琦 正值新春佳节 祝大家新年快乐 农年大吉 这期播客呢 我们邀请到了台湾的嘉瑜同学 还有马来西亚的Yang同学 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大家各自的家庭是怎么度过春节的 还有一些大家各自的传统 还有我 我是茂轩 对 茂轩会代表来自山东的朋友们 讲一下他在家是怎么庆祝的 那我们先说一下 大家知道就是 就讲一下年三十吧 年三十那天晚上 大家都会各自家庭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在台湾出戏的前一个晚上 我们叫小年夜 那一天会有一个习俗 是大家会拜天宫 天宫就是 我刚刚查了一下 就是玉皇大帝 那会等到大概午夜的时候 就是要等到差不多那个时段的时候 就会拜天宫 哦 为什么要等到晚上十二点午夜的时候 才拜天宫呢 这是个好问题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习俗上就是会等到那个时候 嗯 因为我在回想我家里的外婆 然后她好像一般是 其实我忘了具体是哪一天拜天宫 但好像一般都是早上拜 然后同时还会贴春脸啊 然后可能在家里贴一些窗花之类的 哦 对 那样那在你家马来西亚 一般除夕年三十那天会怎么庆祝呢 在马来西亚的话 我不能代表是来所有的马来西亚人 因为我们都是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 比如广东福建 是我家里的人的话 通常是做些大早厨 嗯 然后 等到接近十二点之前 那会用柚子叶花 然后来洗澡 代表洗上洗掉身上的那些灰气 然后来度过新的一年这样 哦 对这个 你说这个十二点是中午十二点还是晚上 是五夜十二点 哦 也是五夜十二点 就是在 我们会先跟家人团聚 吃 吃上一餐团圆饭 嗯 然后过后呢 我们就会说回到家 进行一个大小小的 like cleaning这样 啊对 就是打扫卫生 打扫卫生 然后过后呢 我们就会用上柚子叶和花之类的东西 泡在一个水桶 然后用来洗澡 这样 哦 那听起来好舒服 还可以泡澡 南方是不是特别多的木质家具 啊 我在网上看到的就是南方人 对木质家具有一种额外的喜好 所以每年那么过年的时候 都会用那个抹布在那个 擦那种红木家具啊 擦擦擦擦 对对对 在我家 我家的话通常都是木质的家具之类的 哎 我才意识到 因为我家是广东的 然后我才发现家里好像是比较偏好于用木质家具 但是北方不是吗 我们也会用 但是没有像网上看到南方用的那么的平凡 就我看到他们好多南方人吐槽 说每年过年的时候回家要帮忙打扫卫生 就因为那个木质家具上 他们那个花本人特别多 嗯 然后有很多缝啊什么的 你擦不掉 然后必须两个人拿着抹布来回擦擦擦擦擦那些缝 哦 那真有意思 我以为是说可能啊 家里人觉得木质家具比较好 就比较好清理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买那种布衣沙发 那你撒了什么东西 那就毁了感觉就 所以是这个原因啊 那在我家广东呢啊 因为我家也是不能代表所有人了 因为我家其实对啊 过年的这种就我们家这种氛围其实特别少 就不是很很隆重 所以团年饭呢 我记得近些年我们家好像都是去餐厅外面吃的 就不会像很多人说啊团年饭一定得在家里吃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啊 因为住的比较近 然后就经常见到 所以就没有太那种好像还原一年才见一次那种感觉 所以就比较随意 那冒旋你家山东会怎么过除夕那一天呢 除夕的那一天呢 大概七点半八点就开始装饰家了 在农村里的我不记得了 他是用某种面去祸那个浆糊 去去做浇水 然后呢 我爷爷 我小时候我也看我爷爷去熬那个东西 然后熬到特别稠 特别稠特别黏的时候 狗也喜欢吃那个东西 但是不能让狗吃 然后就拿那个里面的浆糊呢 去抹到那个对联的背面 然后就去把它贴到墙上 那个浆糊是可以食用的吗 它就是面 面粉 某种面粉 我不记得是什么面了 对 或者是米吧 米吗 对 也有可能是米 米面 真有意思 对 那个东西沾上去之后呢 它一年就不会掉了 那个东西是可以用一年的 我不知道可以自己做也 好特别哦 对 因为农村 他们量大是不是 量大 农村嘛 这些东西 那些一些老的一些操作 传统啊 保留的比较原汁原味 对 那我们好像也是一般会 也不是说年三十那天 才开始大扫处 那可能提前两天 有空的时候就开始打扫 然后可能开始稍微装饰一下 贴对联什么的 嗯 呃 那你们会吃什么比较特别的饭菜吗 或者说有什么比较特别的餐食 是新年的时候一定要吃的 必须是水饺 不可以是元宿 北方水饺 对 这一点我觉得很特别 我是后来才知道有人过年家里会吃水饺 因为我们家过年不会吃水饺 那过年你们一般吃什么 嗯 就是鱼啊 象征年年有余 或者是 呃 常年菜 或者我们也会吃那个生菜 因为寓意生财 哦 对 还有那个 我们家会做那个发菜汤 发菜 然后 炖的汤 而发菜对应就是发财 哦 对 那要马来西亚你们那边会吃什么比较特别的吗 呃 我个人的是比较偏向广东的那一边 嗯 因为毕竟我妈妈是广西人 啊 就是祖先是从广西下来的 嗯 所以我们都会偏向于广东或者广西那一方面 就好像你说的发菜啊 嗯 生菜啊 对 或者是鱼 对 年年有鱼 对 还有鹅 对 对 通常都是这几样 哦 对 但好像我记得好像啊 正月十五 你冒险你们北方肯定吃水饺 我们家好像是会吃汤圆 我没记错 我们 我们正月十五会吃元宵 那不就是汤圆 对 但是我们家会吃那种咸的汤圆 甜的 我们吃甜的 啊 虽然我个人甜的咸的我都喜欢吃 但是我们家因为广东那边的起诉好像是很多 那个 啊 我们家那个地区是咸汤圆 咸汤圆塞什么馅呢 他汤圆里面是没有馅的 他只是说那个他他把汤圆放在咸的汤里煮 就是那个汤里面可能会有萝卜条 哦 是叫萝卜 对 反正就白萝卜 然后还有一些鱼饼啊 然后反正很多那种配料或者鱼丸 对 就咸的汤 所以才管他叫咸汤圆 但是吧 我也有八年没有在家过过春节了 所以其实我有点忘了我们家那个习俗或者说具体哪一天是干什么的 对 啊 那你们就是我们现在都在国外吗 那你们还会收到来自于啊 家长啊或者亲戚朋友的红包吗 那肯定是会的 但是不像往常那样的多 通常都是比较熟悉的亲戚才会给 我的话也是妈妈帮我保留 但是刚好我在寒假的时候有回台湾一趟 所以有一些长辈就有先包给我 提前给你啊 对 我就有先拿到就是红包实体的 然后过年期间还是有长辈一样是包红包 然后给我妈妈妈妈在帮我受着 而且有一个习俗是 拿到红包之后要垫在枕头底下 盖着睡 那如果好多人给你红包 那你都盖放在枕头底下吗 对就是把它摊开放在那边 那就铺满了 对对对 然后我妈就是有拍给我看 就放不下吧我觉得 因为不会啊 还好红包袋不会很大呀 就是你就是这样拍着 因为枕头嘛 你就 哦因为我在回想我小时候回一趟农村 就会收到很多很多缝 嗯嗯 很多缝红包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枕头底下应该放不下那么多 对 那我我们的话就是可能啊 比较熟悉的亲戚朋友会微信转账给我 然后别的也是啊 就家里人带手 对 哎那你们啊 我是听说冒险北方那个红包的金额特别大 对 一般包的 对 现在现在因为成年了嘛 然后加上也长年不在家 所以说呢 红包说的就没有那么频繁了 但是在小时候呢 确实是红包包的都挺大的 哦 包括去呃 年纪越小 反倒往往给的钱会更多 哦 就 拜年的时候吧 长辈一般都会 就是最少最少都会给一个 50到100 哦 你说的长辈是多 就是多熟悉的长辈 有近似血缘关系的那种 哦 可能隔了一倍两倍 哦 我是有听说北方好像红包就是最起码都是200 就是不熟悉的也是200期 那那你我很好奇你们有什么特殊的数字代表吉利吗 可能长辈就会挑那些吉利的数字包给你们 微信就电子转账红包的话是那可能比如6688或者166这样子 但是实体红包的话可能因为如果你给因为我们啊我们50块钱是一张那个现金嘛 如果你给66那可能里面很多散钱我觉得一份红包可能放不下那么多 对但是在广东的话好像还是会南方还是会比较就没有那么多就可能就真的意思一下 可能不怎么熟悉路上碰到话可能顶多就给个20块钱 哦 在马来西亚也是类似这样也是不怎么熟悉的人也是比较偏少啊 啊也是偏少对那还行对 但是在马来西亚有一个习俗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那种奇葩类型的红包 比如说我收过一封A4子那么大的红包 红包带吗 红包带就红包带有A4子那么大 里面是装了很多钱吗 里面就装了五块钱马币 就是一张一张纸钞但是 对一张纸钞但是 整个A4子的红包带 我觉得这个红包比里面的钱价值还高吧 对对对 好特别哦 就我们会收到那种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的红包带 我是记得我小时候啊 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就是帮我爸妈包红包 就是他们要发出去的 对他们要发出去的 因为最后我都会得到一个作为奖励 哇 没有其实当时可能小时候很喜欢过节的气氛吧 就就因为难得的一次就说啊 可以见到我住在外地的各种啊 就是很喜欢那种团聚的感觉 跟家里的亲戚还有表弟表妹啊 堂哥这样啊能见到然后一起玩 然后然后每天都吃特别好 然后都都能收到压岁钱 所以我会特别乐意给长辈啊 帮他们包红包 然后觉得很好玩 然后拿那张新的纸币 塞进个新的红包里 然后再折起来 我就觉得特别好玩那种 对对哦 说到折起来 我听朋友说有一个习俗是红包带子 不要把它封起来 不要折 因为就象征钱会一直进来 所以送长辈的时候 就应该说哎 我不确定 是不是晚辈送长辈才有这样子 哦 但是他就是跟我说 他送长辈的时候 不会折起 但是掉出来了那怎么办 可能就是握好这样 哦 就有道理 嗯 呃 那整个过年期间 你们有会说啊 哪一天是要具体干什么的吗 我的话 有特定的就是初一我们会去我爸爸那一房的家 嗯 然后到初二呢就会去我妈妈那一房的家 然后初三就比较自由一点 就你可以到处跑了 但是初一初二一定是要跟着这两天 这两天是一定要跟着的 对 然后我们可能还会有说初一那天要吃俗啊 或者说好忘了哪一天是会去那些寺庙拜神 就走春 哦那个又是另外一天 有一天是会走啊 就是家里农村的朋友啊 然后有一天是固定说得去啊 寺庙里然后上上巷啊拜神这样子 对 了解 我们还有一个是除夕的那一天 就是初一的前一天会 那天就会围炉 所以等于除夕跟初一基本上都是在爸爸这边的家 跟亲戚聚在一起 然后那一天除夕的晚上会围炉 然后那一天还会叫做守岁 就是象征我月晚睡 然后我就可以帮长辈祈祷他们长寿这样 嗯 对对 然后那天我们除就是除夕那天晚上我们啊 我现在我家里好像不怎么看春晚了 但是以前我们会一起看春晚 然后看那些表演的小品啊 还有啊演出的节目 然后也是会比较晚睡那一天 对 对 记得每当过了看完春晚过了零点之后 那个鞭炮的声音就马上就响起来了 对对 呃 最近我看到啊 就是说我们山东有一个明场面 就我觉得是习惯了 但是我觉得在我看在网上有好多人还觉得那挺有意思的事 就是可能早上八点 南方人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我们已经半半年回来了 就是这样的 就很早 对很早很早 就天 刚刚开始天亮的时候 然后呢 比如说一家里 呃 有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这样 然后呢 他们会一般都会聚到老大家里 然后呢 他们一起出去半年 所以我小时候在农村里我看到的场景就是一户人 我指的这一户呢是指有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这种 这一大家子他们排着队在街上走 然后呢 你又偶尔可能会遇到另一对 他们也是刚好那一大家子 然后两对相遇的时候 他们就会打招呼 对那个样子 就是走在自己的那个社区内 对 然后 每一家的去这样拜年 嗯 进到别人家里 然后所有人 可能可能十个人左右 夸夸全跪下 然后磕个头 哇 还得跪下 对 这是谁给谁跪啊 就是给别人家的长辈 长辈 那也不用跪吧 对啊 不是长辈了 是那个是叫先位吗 还是叫 哦哦 你说那个神牌 对对 哦 那个天宫的那个牌 他应该意思是什么 就是祖谱上的人 哦 就是在在过年的前 前期呢 都会把嗯 这个家里祖谱挂起来 哦 我我们家是 就是我不会给别人家的祖谱 跪 但我会在 就给我们自己家的那个 可能年初一会跪一下 然后上个乡这样子 对 在马来西亚我们没有这个习俗 哦 嗯 那但你们就是马来西亚和台湾 就说你们也会去别人家里拜年 这样子吗 嗯 马来西亚我的话 在初一呢 都是会找 比较靠近的一户人家的地方 然后全亲戚都去到那个家 哦 那好方便啊 对 然后就当当做一次性拜 拜万岁 明白 这样 嗯 我们家拜年好像是 在台湾 但是是我们家拜年好像是 呃 大北去 所以 呃 那我爸排行老三 所以 就是他 他不是代表的那位 所以我就没有跟着一起去拜年 可能因为 因为我跟阿嬷住 所以是大家回来我们家 以我们家庭 大家族来说是 明白 对 OK 听了这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春节的习俗 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发现啊 大家虽然讲的都是中文 但是哦 原来有那么多不同的过节方式 呃 那非常谢谢嘉瑜和样 还有茂萱 呃 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 大家怎么过春节的 那我们本期播客到此结束 希望同学们啊 春节 新春快乐 然后龙年行大运 我们下期再见 新年快乐 拜拜 新年快乐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